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這個檔案的部分 來我問一下各位 你在你的電腦裡面有沒有曾經一個經驗就是 明明這檔案就在 可是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那你遇到這個情形的時候請問你會怎麼做 用檔案總管搜尋對不對 請問你覺得 對 這位管家 滿意嗎 他有沒有常常告訴你 我找不到啊 對啊他都叫你你要養寵物啊不然 不然就是找不到啊 可是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明明可能你黨名也都大概還記得喔 但是他就是 很沒有責任感 對不對 說那不是我的事 不然他為什麼要叫檔案總管 結果檔案不歸他管 那 怎麼辦 你如果真的找不到最後的做法 就只好這從來嘛 因為電腦是你的要怪誰 別人家的電腦你一定沒有你的檔案啊 你家的才有 可是你又找不到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 事實上 微軟他本身的那個 就是磁鐵格式裡面就提供這樣的工具 只是很奇怪 因為檔案總管就做不好 但是別人有幫他做得比較好 所以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為了實測一下 我應該這樣子 找個 同事 你 要玩一下檔案做米場 你來這邊新增一個檔案 你隨便放 你只要告訴我檔案的名稱就好 我馬上幫你找出來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同事願意 來前面 隨便建立一個檔案 那 你把它藏好 我來找 上電腦課也可以這樣玩 喔太好了 太好了 來來來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 Office的檔案 我幫你先開一個 先開一個 等一下你存檔的時候 你隨便存 不用告訴你檔案 對對對 我不要看 那你會找得到 檔案你要跟我講一下 那我打上去大家都看得到囉 我不要看啊 我到後面來啊 好不好 我就不要看你存到哪裡 這樣我就沒有作弊了 你就按儲存 你可以不用那麼認真打你 欸 怎麼這樣 那我就是 嘿嘿嘿 另存 那如果你願意用我那個 剛剛 複製的內容 你可以貼進去就沒關係 那你隨便找我 裡面有稀草 跟地資 我本來就是想 看你要放哪 眼睛閉起來 來 他後面這樣比較威手 偷偷臂 因為那麼遠我也看不到 隨便存喔 蛤 他告訴我一點點 告訴你一點點 對 不然完全不知道擋你位 沒辦法 啊老師就是 這位置都可以隨便存嗎 蛤 都可以通的沒關係 我等一下要把你找到 我都不知道你這裡面東西到底 對啊 重不重要 反正我裡面沒有不可告人 欸啊我個 怎麼不見了 可以嗎 我剛剛不是 沒有群喔 好來吧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會有類似的經驗啦 就是說比如說 我這個檔案 我馬上要存檔了 結果不小心就忘記了 有沒有就找不到的 因為有時候你們在存的時候 是存在哪裡 上一個 你們做 工作 或者是 專案的那個資料檔 結果你原本 這是另外一個專案 有沒有可能 有對不對 不是不只你會發現自己會不會 偶爾又不想 走 我根本就不知道存在哪裡 好了嗎 好了好了 你不可以問我存在哪裡 你可以告訴我檔案名聲一下嗎 檔案名聲 對對對 對啊你你也要跟我講一下 不會那麼像對不對 六個G 蛤 兩個G 兩個G喔 GG這樣喔 好多個G 喔好多個G喔 到底有多少個G 喔我找到了啊 在這裡啊 他給我唱在這裡啦 我看 剛剛沒有錯 6G有沒有 你放在C槽下面FF output 這樣沒錯吧 是啊 是是是是 反正什麼內容打開看就知道了 但重點 你有沒有發現 我 借用他部分的關鍵字 我應該沒有去翻箱倒櫃吧 反正你叫檔案總管也沒有用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只是打了關鍵字 有沒有跟收訊一下 電腦就跑出來了 各位 你們家的神奇寶貝可以訓練的像這樣 好嗎 你們家的電腦也是神奇寶貝啊 對不對 所以我 點兩下 我是Ctrl按兩下 這個軟體質詢了之後 我只要把他的關鍵字 那當然他如果我打GG 兩個的話 因為會很多 雷同的 所以出現的結果不見得會一樣 可是因為他剛剛跟我講有比較多個G嘛 所以其實我就多打幾個 我的搜尋的篩選條件 有沒有是不是就出來了 而且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有沒有跟搜尋引擎Google一樣 當你打幾個關鍵字的時候 結果是不是先列出來了 他並不是你全部打完之後 像我們那個不負責任的檔案總管有沒有 你全部打完了就算你完全一模一樣 你也說沒有 所以你記性比他好沒有用 就插在這邊 那你這樣玩過之後呢 我們就 我在這邊你看 我就 來 試一下 好找到他 點一下 我就可以幫他把這個檔案打開 他檔案是空白的 對不對 可是確定是有這個檔案 那玩過這樣子之後 有體驗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東西 到底放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看這裡 來 好 這裡有一個 Literate 提升工作效率這邊 這裡有個連結 好那這個就不是我的文章 有一個電腦玩物的文章 他有介紹很多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推薦一下 這個 他有很多提升工作效率的 不錯的 文章 好那大家也有出書 好 那他上面有介紹 他上面有介紹 那麼我們最重要就是在這邊 這個軟體 官方網站有安裝版 也有免安裝版 看你 好看你要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好 原則上呢 我先到他官方網站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來看看說到底 這樣子 可以怎麼用 好那利用打開的時間我先回到這邊來 喔 白板大家親得一乾二淨來 各位 不過反走或是必留下痕跡喔 真的真的 你看這裡 剛剛 在這邊 有人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看一下 還有沒有 清得這麼乾淨 52 47 喔有有有 你看 這裡有一個對不對 所以在往前 有人不小心把那個 貼進來了 我就跟你講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老師不用擔心那個 同學會亂用 好誰弄的都很清楚可以隨時還原 好 開玩笑 那我們進到這個listery 官方網站之後這裡有個download 好 download 進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一個是安裝版 另外一個 我們放大一點 Portable一般就是免安裝版 就可惜式的版本 或者有的時候台灣有 有時候我們以前稱作綠色的軟體 都一樣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都會 官方有盡量找官方有 這樣的版本 就只有這個版本 好那你下載好了之後呢 執行它 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其實說真的我們今天會介紹不少 小軟體 但是我覺得 一個比較重要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說 軟體 只是工具 重點是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的目的嘛 我要完成這個目標 我用什麼工具來完成 所以 我也不是 那種軟體的忠實使用者 也就是說我不會因為用的這個軟體然後就永遠都用它 只要有新的 更符合我需求的 我就會轉換 我就會轉換 但你要自己要評估看看 自己評估看看 所以 軟體只是一時的嘛 那麼 這個呢我找到它在這裡 您下載之後呢大概會像這樣子 這是免安裝的版本 裡面呢打開之後 一般我們都是這樣子 裡面就是會只有一個 執行檔 有沒有 就一個執行檔 你把它打開就好了 把它打開就好了 那麼各位第一次執行的時候他會有個教學 他問你要不要教 因為現在老師在現場就不用教 就直接看就好了 所以 打了之後呢其實 您剛剛知道我 按哪兩個 這個軟體您執行了之後 只要Ctrl按兩下就好 就是鍵盤上的Ctrl Toto 你會發現 我的這個上面 會多出一個工具列有沒有 給你搜尋的工具列這一條 你就把你的關鍵字打進去就好 他有一個找不到的 你知道哪裡找不到嗎 你的 USB隨身碟找不到 但是電腦內的都沒有問題 只要是你有扣到電腦內的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你在這邊 只要你打上你的關鍵字 比如說我打了一個 吳 提 剛剛我有一個 好 你看 這樣 當我打了之後 他只要符合關鍵字有沒有就列出來 對不對 你就可以直接點下去 他就會把這個檔案打開 那如果 你覺得說 我不只要打開他 我還希望 我要進到他的資料夾 怎麼辦 你就在這邊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打開資料夾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跳過去了 甚至你可以 我只要copy檔案而已 我不是要打開他 你看下面 有沒有可以複製 也可以剪下 是不是都有 這樣的話我們就相對比較容易 請問這樣OK嗎 這樣就滿意了嗎 對啊 當然我也不滿意啊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可能每個檔案都記得關鍵字 他可以找的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檔案名稱 一個是資料夾名稱 所以如果你記得那個資料夾名稱 其實也可以直接找到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不太可能所有的都記得嘛 所以我問一下各位 你如果使用那個瀏覽器 有沒有用過我的最愛 有 你有沒有愛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 後宮加力三千 但是呢 很多人都跑掉你就不知道 很多網站已經不見了 你只是那個連結還在 人家已經 那個手銬已經解開走了 對吧 所以 檔案總管有沒有我的最愛 檔案總管好像沒有我的最愛對不對 他怎麼瀏覽器有我的最愛 檔案總管就不會有我的最愛 有啊 你一定有你某些檔案 某些資料夾是你常用的 那 以前我們經驗 各位從Windows Windows SP 這樣一直上來 啊沒有 有些太年輕了沒有用過SP 抱歉 以前有一個叫我的文件夾 我可以請問一下各位 你會不會把你的資料夾 放在我的文件夾 或 WIN7之後叫做 媒體櫃 你會放在那裡嗎 有些 同事會 大致大多數都不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一般都有個觀念 我的作為系統 資料跟資料 是要分開存放 不然我的電腦重新安裝 系統重新安裝 是那些資料就不見 雖然他確實可以指定到別的地方去了 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講 他有這樣的概念 他就覺得 那個是微軟的資料夾 不是我的文件夾 你的一定藏在某個地方 有沒有 我低磁碟的哪裡 或者一磁碟的哪邊 那才是你的保障 對吧 所以 你就會遇到很多麻煩 所謂的很多麻煩是 你看 今天如果我有一個新的檔案 或者我在另存新檔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永遠預設都會存到哪裡 是不是要媒體貴或我的文件夾 然後你才來光明正大告訴他 我們家的檔案不在那裡 是在低磁碟的哪裡的哪裡 而且 你不覺得你都是一位很有教無類 而且非常有耐心的老師嗎 因為他每次都忘記 你每存那個檔案就要教他一次啊 你怎麼從來都沒有煩鎖 那麼煩過 你怎麼都那麼有耐心 你好耐心喔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有了這個小軟體之後 我給你看一下 你看我只要不管是 另存新檔還是開啟右檔都一樣 有沒有發現我的下面好像多了一個這個東西跑出來 有沒有 所以你有兩種做法 一個跟剛剛一樣用搜尋的 我就告訴他我大概是哪個資料夾 我就直接跳過去了 另外 有看到有愛心的嗎 這跟愛心媽媽沒關係 但是呢 你點他 你常用的資料夾 可不可以把它放進去 而且這樣過去你看我點過來 再點過來 我點另外一個好了 這邊 好吧 還是這裡 點進來 有沒有可以一直點進去 當我這樣一點 有沒有看到上面馬上就換了 這樣有快一點嗎 這樣有比較愛一點的嗎 所以我的最愛 那 這樣子 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等於說不管你再打開檔案還是儲存檔案的時候 雖然他每次都跳到我的文件夾 可是我透過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你把你常用的 資料夾加進去 那怎麼加進去 我們看一下在這裡 這個軟體你執行了之後啊 其實他這裡有個選項 看一下 因為他有中文 所以 你應該 就是使用上比較沒有問題 你看我們左手邊的選單 左手邊有個選單 你看我有沒有把 某些資料夾把它加進來了 你剛剛看到就是在這裡 如果這裡不夠的 你就可以從下面加 而且呢 他可以加的 不只是資料夾 因為有時候某些表單你常用 對不對 我常常要打開這個表單 那 雖然你 常用的話 有時候在檔案的那個 最近使用清單也會看到 但是偶爾還是不見 所以你也可以加 這個也可以加文件 甚至你可以加紙目錄 就這一層再下去 好這一層下去 你如果有 比較多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分隔 比如說這個是跟 這個 什麼比較相關的 有沒有就稍微隔開一下 這樣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條線 好這個一條線 這樣隔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稍微分門別類一下 這樣的話你再使用 是就比較方便了 好所以這個是 設定我的最愛的一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把你比較常用資料夾 把它設定好 就比較快 萬一 萬一 這個 如果還沒有愛到那麼愛怎麼辦 你怎麼 你不可能每個資料夾都是你的最愛吧 總有那個 只是最近一段時間比較常用到的啊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 那個資料夾 不在你的最愛清單裡面 可是你 最近有用到他 就找旁邊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像時鐘一樣的 這個叫做 最近使用的 你把它點開 一樣的 他會幫我們列出來 你最近有用到哪些 即使不在你的資料夾清單 有資料夾有檔案 有沒有看到了 這樣是不是又一層一層又往下走了 所以 不管你愛不愛 曾經愛過的 也會在裡面 就是你最近用過的 有沒有發現 檔案總管改造一下 好像我們的生活會比較壹壞一點 因為確實 現在Google管很大 但是 你們家電腦就靠你自己管 因為他不可能進來 其實老實講 微軟跟Google本來 都有 開發就是 個人電腦端用的 全文檢索 就像我們一般收訊型這樣 可是呢 太沒效率 為什麼 因為個人電腦必然比較慢 所以說 以前他用到後來都不推了 是因為 這樣子你的電腦跑不完 一直在做全文檢索 那我們這個district 他本身 是 沒有做全文檢索 他主要就像我剛剛講的 照資料假名稱跟檔案名稱 所以你只要能夠掌握 這兩個關鍵字 就是一部分的 這樣子的話 你在使用這裡就不太有問題了 這樣OK嗎 可以 好